我们知道中美其实有很多地方体制上面是不一样的 不过今年以来整个的疫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中美其实正在走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那么一个是疫情的控制 我想大家都已经感受很清楚了 可是最近其实我感受很深刻的是 中美之间其实对于金融市场上面 货币到底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开始出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态度 那美国的情况其实我们非常的清楚 美国自从发生了疫情 然后导致了2000多万人的失业 那么这个时候整个全美上下其实都非常的恐慌 然后于是你看到了连准会动起来了 连准会一次两次三次 这样不断的用购买债券的方式释放资金出来 其实我形容那就是一种变相的大量印钞票 那不只是买这些债券 而且他会直接买一些可能会跌落到垃圾等级的一些工资债 然后他还会直接融通给一些这种企业 让企业不会受到流动资金的影响 然后倒闭 所以他们花了很大量的资金 政府用财政支出的方式 然后连准会用货币政策的方式 今年以来释放出来的资金在美国至少超过了三兆 所以他的这个释放资金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那么可是这一边的美国采取的态度就是 发钱发钱发钱再发钱 不管他用的融通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方式 他用的方法是如此 可是中国大陆在这一次 其实他跟2008年09年金融海啸的时候的做法 刚好完全不同 2008年09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也是用这一种大量资金的方式 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大陆推出了所谓的四万万亿人民币 其实四兆人民币的一个这种财政规模的一种支出 他这里面当然有属于政府的部分 有属于国营事业的部分 有属于各地方政府以及民间单位的一些相关的投资 后来整个的规模其实扩大到了八兆人民币 其实那一次的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的释出 其实旧的不是只有中国大陆的经济而已 全世界的经济都在那一次的这个释出当中 其实都有或多或少的这一些助益 可是这就埋下了中国大陆在后来 他面对那些债务急剧的攀升 不管是政府部门或者企业部门 乃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急剧的攀升 而引发了后续的一些效应 我觉得这一次中国大陆 其实全世界都看得到就是 他特别的谨慎 当全世界这种纾困资金发到各个人的手上 家庭的手上的时候 中国大陆其实并没有发这样的资金 所以他希望的那个消费带动 是来自于他经济生产真的复苏了 而民间消费复苏 而不是由我发钱的方式去让你消费 这跟美国就已经采取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 最近中国大陆采取了一个更特别的方式 因为美国现在靠的是股市上面的繁荣 让很多人觉得有富裕的感觉 就有钱的感觉 而因此敢于消费 所以金融泡沫让大家有繁荣的感觉 而这种繁荣的感觉 刺激人们的消费成为他们经济很重要的动力来源 没有人敢戳破这个泡沫 但中国大陆的情况反而对于房地产市场也好 对于股市也好 相对是比较谨慎的 房地产市场 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大陆其实就已经不断一二再再三说 房子是给人住的 不是拿来炒的 所以打房的措施 其实从来没有松手过 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 可是在股市的部分 其实大陆的股市曾经有一波的上涨 然后之后你就看到它一直在整理 一直在整理 因为它那一波一上涨了之后 其实你就会发现到说 大陆就开始紧缩它的资金上面的一个供应了 那么最近大陆的金融单位口径一致说 不能够纵容钱草钱 而应该要注意资金是要丢到实业投资的 就实体上面的这些 不管是产业的投资这些投资 就你要实际上面可以看到 带来工作机会的 带来产品服务的 然后带来未来性的 而不是钱草钱的 那么整个带动下来的就是 习近平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突然的然后去访问了这一些 这个实体的这些厂商 然后提到了清末民初的一位 这个实业投资家张俭 那就更明确的看出来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政策方向 不可以钱草钱 而必须是要实业投资 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政策逻辑 美国的政策逻辑现在是 如果金融泡沫可以让大家觉得 我有钱而敢消费的话 那这个泡沫不可以破 不可以破 而大陆的这个概念是 你现在必须要先投资在实体 必须要有未来性 那么股市上面的这一些发展 它不是经济的动力来源 不可以去强调 这个部分的经济动力的来源 所以它在防止金融泡沫 而这边是小心呵护那个金融泡沫 所以一边是小心呵护金融泡沫 另外一边是小心防止金融泡沫成型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政策概念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股市的时候 其实你要注意他们所看到的面向 是很不一样的面向 当然都是赌注 我必须要说 我不认为哪一条路是百分之百正确 或百分之百的错 美国希望走的路是 我把金融泡沫呵护在这个地方 也许有一天我的经济实体的部分 实质成长会跟向这个泡沫 那这泡沫最后就不会破了 可是你知道实体必须要跟得快一点 否则这个金融泡沫随时会破 而另外这边说 我不管这个金融泡沫 我不能让金融泡沫成型 因为金融泡沫成型 未来会很麻烦 所以我与其现在让金融泡沫成型 我不如控管它 让它不要形成金融泡沫 然后我让实体经济跑得快一点 最终这个金融会跟上的 两条路谁走得对 我没有把握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完全的两条路 因为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其实美国自己有做一个统计 他们现在也非常的害怕这个数字 那就是货币供给的流通速度 什么意思 就是我每发出一块钱 然后它跑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在上个世纪在1990到200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它的货币速度跑得有多快呢 它跑到2.2倍 那速度是非常快的 那到了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最早推出QE的时候呢 还有两倍 其实速度也并不慢 但是今年以来 它已经降到只剩下1.1倍 因为每一块钱至少会有一倍的速度 那1.1倍的速度 几乎是没有办法对实体经济有太大的贡献 所以美国对这个数字很紧张 那我认为中国大陆 其实也看到了这件事情的后果 所以中美之间在很多的体质上面是不一样的 很多的这个政策方向是不一样的 至少我们在金融市场 还有在实体经济上面的关系上面 我们又看到了走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 你看到了不一样的路 我们不是用赌的 我们要一步一步看下去 看看谁走的路才是对的